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动脑子啊 会不会动脑子啊 会不会啊 动脑子会不会啊 余照讲的要令知道啊 这两个手一个怎么撑 虽然没被打 但才六岁的他已经认不住哭了 没错 所有的残酷训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拿第一 吊单杠 吊到面目中宁 吊到泪流满面 但他们不放弃 其实小的时候你说其实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苦 什么叫累 就知道是疼 为了追求更好的柔软度 小小的身体要借由外力来达到教练的要求 小男生痛 但不敢哭出声 他舅舅看他说哎呦 我们瘦了 不去了 不去怎么能得冠军 这个运动学校专门培养奥运金牌 四千个从全中国选来的孩子 在这里日以继夜不断受训 他们只有六岁就得离开父母亲 集体驻哨 过着犹如军队般的严格训练生活 等到如果说你等到你大了 然后你的身体素质没有那种专业的那种能力的话 让你一下子再进入这种训练 你接受不了 光是2013年 中国大陆用在培养奥运选手的经费 就超过十亿美元 国家出钱穷尽一切的手段 要打造体育强国 小朋友一边做功课 一边受训 他们几乎没有童年 我觉得我最大的牺牲就是童年的快乐 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练体育了嘛 而且现在有的时候看看电视啊 外面那种找工作的人脑子都特别好 知识量很丰富 像我们这种一味的只有拼劲的话 在外面还是很难生存的 简单说他们的人生很有目的性 是用来比赛和夺金牌的 我想要什么 我想让妈妈长生不老 我想妈妈说如果我得到金牌奖杯的话 第一名她说她会给我买平板 所以我想得第一名这样 她才9岁就想拿奥运金牌 但金牌只有一个 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都是竞争者 你得打败他们 运动员训练了这么长时间了 他有这个机会他肯定想表现一下 2016年的里约奥运 大陆体操把美国当作头号目标 除了金牌 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TV新闻综合报道 五岁的孩子吃苦受训练 这场景在台湾不多见 一般来说才刚要进幼稚园 开始接触群体生活嘛 那五月底对于幼儿家长来说 是很煎熬的 公立幼儿园登记抽签 怎么这么难啊 很多人就请假 然后赶快去抽了之后 可能还备取 备取之后再等再等 台北取消了三岁专班 所以等五岁四岁抽完了 几乎也都抢不到了 所以政府要鼓励大家多胜 可是13年前已经发现的托育问题 直到现在真的解决了吗 一下班就洗洗赶着穿梭着 维尼妈妈从台北市东区飙到戏纸 限时25分钟 下来车这里心急如焚 这是职业爸妈每天都和时间赛跑的 惊险路程 六点前得赶到拖婴中心 因为一整天心都悬在那 你们帮你跟您就来接 听到同学爸妈都来接了 小维尼继续玩着伴家交酒 妈妈工作到很晚 她总是倒数几个才被接走 才一岁半小小个儿头 下午就挤在玻璃窗前探啊探 每天从4点88等到6点多 等到都哭了 妈妈咧 今天这样不会被扣钱吧 不会 不会 来得及 公力拖婴直到6点 缓冲15分钟 迟了就要加钱 妈妈 现在一个就蛮沉重的 那如果再一个的话 其实你看拖婴的话就 也不可能每一次都那么顺利 可以抽签到公拖嘛 那如果没有公拖的话 就是保姆 保姆是18,000 私立的拖婴中心也是18,000 能抽到公拖中心月角9000 已经是千中选婴的新育儿 维尼妈妈月薪3万元 如果想再生一个请保姆18,000 两个小孩托婴费 加上奶粉尿布超过3万 光靠她的薪水 不吃不喝不住也打不平 0到5岁的宝宝是一生中 最需要爸妈的时候 但过高托婴支出和保姆时间 职业父母接受难题 常常拖垮家庭 这是蔡政府得着手加强的托婴危机 尤其公立托婴中心供不应求 以2012年到2013年全台出生数来看 42万8594个baby中 父母要上班有托婴需求的 有21万人 其中台北市近3万 新北市近4万人 不过公拖中心的收拖数 全台才2640个 台北市只有500家远远不足 只有不到2%的家长受惠 其他9全班的父母只能自立就记 我们要回家了 赶来接双胞胎的是中妈妈 哥哥妹妹快3岁了 将上幼儿园 托婴中心过到晚上6点月缴9000 3岁以后想省钱念公立幼儿园 不过下午4点半得被接走 一个月7000到9000 没人接兄妹两只好念私立幼儿园 每个月1万5到2万3 中家墙上记得密密麻麻 父亲几接私幼 注册费 教材 月费 每一分每一毫都得精算 这两个加起来几公斤吗 这个10 这两个加起来几公斤吗 不然不太动 其实中家已经算小康中产家庭 夫妻双薪每个月10万块 之前房贷3万 两小孩之后上幼儿园3万5 注册费 保险费 尿布奶肺1万 加上交通费 生活费2万 扣一扣剩5000 很难存得了钱 我本来是不打算省 后来爸爸说生一个 我说好 我勉强生一个 结果就蹦两个出来 双胞胎 对 那现在很贵 很贵啊 他们学校最长的就是肠病毒 已经数不清有几次停课了 这个很假的 对 所以我们两个都要罗女友请假 那会不会再吵架吗 没办法啊 新手爸妈的爱 常常被一道道无法克服的现实难关 一磨再磨 最后陷入无助的两头烧 那两个小孩就是double的钱 而且现在可能之前经济状况也不好 那工作如果不是那么稳定 那如果你的企业或你的环境 对有小孩的人 又没那么友善的时候 的确会不甘胜 好 哥爸爸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苏爸爸每天送小孩进教室 再到隔壁大楼上班 这里是中华汽车附设幼儿园 成立快20年 最新修法 百人企业得设托育设施 让当爸妈的员工安心上班 减少签化 也能大幅降低离职率 老师他也其实是员工 所以你在下班的时候 老师也会比较能够体谅 我们一般员工的下班时间 那平常我们公司要上班的时候 其实幼稚园也是要上班 你要说周末补驾 那这样放假的时间做起相同 完全跟你们一样 对 蔡英文鼓励年轻人 多生的生的起 却未必一样的起 乡省却要给孩子 多一点活动空间 想进公立的幼儿园 多从小就得另一道道抽签 臭补关卡 要解禁私立小学 附设幼儿园的窄门 同样也是从小不断抽签 12号 90号 多抽一个出来的时候 就少了一个机会 现场就会听到有人在那边 就是没有抽到自己的那种 很落寞感 对 然后被抽出来这样 真的不夸张 现场就想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就是哇 恭喜抽到了 所有这样在等待的过程 是非常煎熬 所以我们等于从小入学 就要开始接受这个煎熬的过程 喜欢妈妈要孩子 从小一开始全英文教育 增加竞争力 得从附设幼儿园大班 抢先卡位 偏偏那个学校 你想要念小一 抱歉 你要从大班开始念起 你的现在教育制度 教改问题 一改再改 一直在变动 所以让我们无所适从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一路让他进到私立学校之后 一路可以从小学 念到国中 念到高中 到高中毕业之后 再选择大学 那这是我们觉得 我们选择私校最主要原因 家长尽力为孩子铺好未来的路 但在工作和家庭的天平上 逐渐失衡了种种危机 台湾生育率已经是全球垫厚 政府再不具体行动 甜蜜的负荷将成为无法承受之重 可好多教党想要小孩的竞争力也会摇头 日本小学2020年也就四年之后 他们把城市设计纳入必修了 以色列15年前就开始了 他们的小学生就要参加写城市比赛 幼稚园开始做实验 键盘式和音效充斥整间教室 一场编写城市的比赛在以色列登场 对象是全国的小学生 这不是老师要刁难学童 因为走进一桥 没有密密麻麻的城市语言 而是一场猴子吃香蕉的游戏 想完游戏得先学会写城市 输入指令后 游戏里的主角猴子 立刻吞下10根香蕉 再输入乌龟转下猴子 游戏画面也马上照着指令走 想方设法取得香蕉拯救世界 没有复杂的剧情规则 不知不觉中就会写了 这款由以色列新创公司所研发 成功说服全球130万名爸妈小孩老师的心 不过小学生看得懂城市已经不稀奇 因为以色列早在15年前 就将城市设计这门课纳入义务教育 如今还想提前到幼稚园 小小的手指头在电脑上按个键 玩具摩天轮开始转动 甚至小小年纪就紧盯着玻璃试管 观察物质的比例 为什么 怎么做 远远超过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这间幼稚园 从去年就开始推行这种实验课 一年实施300个小时 相当于一天一小时 让学童在游戏当中认识科学 而三个月过去了 小朋友的改变 家长最清楚 这位六岁小女孩 原本最爱玩芭比娃娃 现在却对手上的乐高爱不释手 让女童的父亲也大为惊奇 以色列会这么看重科技发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打击网路犯罪 身为美国监听名单上的榜首 以色列也最不缺维基意识 这场今年初在特拉维夫 举办的国际网路技术展 网路安全成为焦点 科技趋势不可党 以色列全民皆兵 从玄陵前开始打下基础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还有一个19岁的少年 为什么他会被称为下一个贾伯斯呢 他自己设计了机器手臂 还要以NASA之妖参与研究 19岁的勒莎佩来自美国科罗拉多一个小城市 他高中刚毕业 已经是一位极有潜力的年轻科学家 这个七岁小女孩改变了勒莎佩的命运 当他得知小女孩的意志 必须随着长大不断更换 将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他决定研发低成本的机器手臂 勒莎佩土法练钢 用从小玩到大的勒高积木 和随手取得的材料 组成机器手臂的雏形 他把购想寄给制造一支的厂商 但所有人都告诉他 光是制造手掌就要500美金 想要降低成本不可能 但他没有放弃 利用3D裂印办到了 勒莎佩研发的机器手臂 成本不到500美金 跌破专家们的眼镜 他靠着自己的力量 完成所有大人都告诉他不可能的事 被誉为下一个贾博斯 勒莎佩 勒莎佩从小就展现对科学的热爱 14岁开始就会自己设计组装机器成品 从网站自学写程式和3D裂印 2013年勒莎佩或要参加白宫举行的 年轻科学家宴会 连美国总统欧巴马都赏识他 就因为一颗好奇心驱动 不到20岁的勒莎佩还没有念大学 已经在美国太空总署NASA工作 参与太空机器人计划 他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公开分享制作机器手臂的方法 希望造福更多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等下来看 很多人觉得日本的那衣态OKPON很厉害 其实台湾的伤口肤料更厉害 台湾做的这种衣水材料 其实真的很厉害 有一种水胶肤料 不仅是防水 吸收能力比一般人工皮 还高了三四十倍 还有一架夜酒的气垫床 已经卖到全世界60多个国家 透明肤料可别小看 将近半透明的状态 他可以直接观察到伤口 不需要撕开肤料 医护就能观察伤口 省时又便利 担心碰到了水失去效用吗 他都不会渗漏 实验给你看 水滴直接往下滑 防水效能 号称能贴上2到7天 再来进行吸收力测试 左边是安美德水胶肤料 右边则是他排人工皮 时间过了3到5分钟 左边试剂明显减少 右边还是完整水珠 铺上卫生纸看得更明显 右边人工皮 试剂几乎根本没被吸收 安美德水胶肤料 通过这台UV 集合了HEMA以及其他生物医学用材料 这透明的水胶高分子溶液 透过UV固化机聚合成型 屏管不马虎 每片厚度得量个精准 按照不同大小 每天产出约1万到5万片 除了水胶肤料之外 安美德这全球独创的防疤贴片 号称是压力一的三倍压 也让他们享受到了国际胜育 类似这样的衣材厂 在台湾还有亚国可不得不提 医疗气垫床靠着50多项专利 迈进60国 这就是零压概念 交替充气泄气 原本泄气的单管慢慢鼓起充气中 我们用动画呈现 月末8到10分钟轮流交替 这样入疮就不易发生了 因为安民病房入疮发生率超过3% 亚伯看准了商机 另外这种高阶板气垫床 后面五管还能同时泄气自动调压 溶液入窗的脚跟就能悬空 拉上床罩拉链 鼓风机快速充气 大流量出气透过极低压力 把人给撑起来 这个则是均压概念 让人宛如躺在云上 烧烫伤患者就不用担心压力造成疼痛 高温到70度 而低温则是到零下10度 每一张床都得经过这样子的测试 至少得要在这样子的储存环境里待上 一个月 亚伯与安美德创造了自己的品牌价值 也让自己在国际间发光 GVB的新闻海家 花生家台北采访到 来看一下很夯的运动 360度人体滚球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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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感谢观看